砖木出火 现在呢 在原理大家还知道 拿一块木板 或者就是任何一块木头 找一个能砖的工具 最早的时候是石头 后来呢 有砖用工具 还不断改进 那最简单的 最原始的 就是石头 干嘛呢 你在这个木头上砖啊 就这样砖 速度要快 要砖 有个人呢 他不明白砖木出火的原理 他认为啊 是我砖对孔啊 就会有火 于是砖一下没火 再换一个孔 砖一下又没火 再砖一个火 整个木板都砖的是孔 一点火都没取出来 什么缘故呢 他不知道出火的原理 不是选哪个孔 而是认准一个孔 一直砖下去 速度越来越快 那火星就越来越大 旁边放些易燃物 那火星大的时候 砰出来 就有了火源 星星之火 就燎原了 不明白这个原理 认为啊 我这边钻钻没火 再钻钻还没火 以为是木孔的问题 就换来换去 这就是修行用功的原理 所谓水滴石穿 并非是水滴很厉害 而是他就认准了这个地方 他如果是换地方 你可以假想 十年他滴一个地方 一定会滴穿 这块石头 至少给他滴出一个洞 如果十年他换十个 甚至二十个地方 他基本上等于 是在清洗灰尘 那石头啊 很难被他滴出任何痕迹 说的是什么 认准目标 勇往至前 不到底 不罢休 不放弃 这就是修行人 用功的原理 任何一个法门的修学 都不例外 那现在呢 实际上 这个话说来 依然有 当头棒喝的意义 现在不少学佛同修啊 在家出家 都有这样情况 干什么呢 就是在钻木孔 钻了一个 又钻一个 像打井一样 这井刚打下去几米 还没见到水 可能我选的地方不对 再换一个地方 也有可能 是地方不对 但是你都是在这个区域 它那个水平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你认准了一个地方 你就一直往下打 你只要打得足够深 它就一定有水 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是多数人呢 热衷于换地方 所谓换地方 就是换用功的方法 听说念佛很好 我来念几天佛 念念没什么嘛 那我再改持咒 持了几天 也没什么灵感吧 那我再去改 再去改读经 再去改参话头 再去改修止观 反正能试的都试了 持了最后说 这佛法我都试过了 都不灵 说来还头头是道 理直气壮 事实上 他一个功夫都没用到底 用功的理论 都是一样的 没有哪个比哪个更厉害 只有哪个比哪个会更方便 相比之下 念佛更方便 理论明了 很好 念得安心 理论不明了 也没关系 就像钻井一样 你明白那些理论 可以 你不明白 不明白告诉你 你就这边钻 你尽可能的往下钻 钻到什么时候呢 你记住 不见水 不罢休 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你该不会说水长什么样 我不知道吧 修行用功的依据 就是这么简单 因此 过去的修行人 我们会看到 他随修任何一个法门 最终有成就 而今天呢 不容易看到 原因就是 多数人都在绕圈子 绕来绕去 事实上 从没有往心底 深下功夫 一般人选的标准呢 倒还比较简单 什么标准呢 哪里热闹 哪里去 这相对简单 哪里人多 一定有热闹可以凑 所以大家喜欢 一阵风的活动 过后呢 过后这个事情 我已经完成了 我也学过了 我也做过了 他说的学过做过 就是知道有这么回事 也体验过 但是并没有深入去下功夫 所以这对于真正修行 要用功的人来讲 这是不二原则 若能专目出火 有这样的精神 有这样的毅力和坚持 那么与你定声哄言 有这样的毅力和坚持